中國的根基不吊了我們的公約 最近中國要用無人機去洗冬山島 製作這個鋪鎖地帶的衝突 海委會主委李政委 今天表示 現在無人機並沒有進入 這個汗水 一定說 晚上 如果剛才應該要開火 就要開火 還純粟四月二五 如果要在那裡的冬山島 今天是冰冰冰 最近中國派出無人機 洗冬山島 洪改頭是想要製作 衝突 海委會主委李政委 製設在臨海比順時就是 可是有無人機 徵順冬山 不過並沒有背景 金寬山冷空 李是在空空的所在杯 製作 修行鑽車 理會要求共鑽煩鎖 另外海神宿地 冬山南山 配備有三百区 紅鎮環中到灰燼 不然強化 島上風雨造船和環電流 有後將在四月一後 到五月的水里 在冬山島附近海峽 來用主教模擬 共軍政行當山島 電流前的時候 吹飛共軍電流前團 政行是大射擊 李政委共鑽 這是未行鑽煩 我想這個是例行性的 到目前為止並沒有說靈機 或者特別的特意的去安排 火箭 主要的用在這個反裝甲 跟反登陸的這個用途上面 是一個純粹性防衛性的一個武器 海委會報告也進出 南海政策緊張 真需要提升孫後靈粹 我們又等康徑太平道買頭 不然青春 現在有的買頭 更以一百董吉 孫鳳南等既進出太平道 為何我們海公如款 記者綜合報告 孫鳳南等既進出太平道 非常 cyn視 孫鳳南等既進出太平道